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轻游医生 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们 问轻游医生一个问题 轻游医生比如说高血压 有什么办法 除了吃药之外 有什么其他办法来降低血压 当然有 除了吃轻压药之外 还可以通过饮食 比如说低盐饮食 少吃盐 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压 第二个就是适当的体育锻炼 比如轻游医生以前推荐过 做等张运动 比如平板支撑 还可以做一些抗阻锻炼 小的哑铃深蹲 可是很多老年朋友 问轻游医生了 轻游医生 我这个关节不是很好 或者我岁数比较大了 做不了这些高强度运动 那怎么办呢 可以的 散步走路 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血压 我们来看一看 今日爱荷华州立大学 和康涅狄格大学 他们的团队 在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Development 这个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他揭示了什么呢 日常的步行的这个部署 对老年的高血压 控制的一个影响 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那么研究团队呢 他们是为期二十周的这么一个实验 招募了二十一名九座老年患者的高血压患者 结果显示呢 就是说 结果显示 参与者平均日部署 从基线时 就是说 从开始 每天走三千八百九十九步 如果增加到 第十周是六千五百一十二步 到二十周时呢 平均是五千五百六十七步 就增加了近一倍 那么 经过这二十周的干预以后 收缩压 从原来的平均一百三十七毫米拱柱 降低到了一百三十毫米拱柱 而舒张压 从八十一毫米拱柱 降低到了七十七毫米拱柱 日常的走路也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的水平 研究结果显示 就是每天日常的步行死 只要你多走三千步 每天就可以显著的降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和舒张压 而且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非常易行 很多人都可以什么样大规模的一个推广 那么当然了走 这个也再次的证明了生命在于运动 那么今天还是要重点聊一下如何科学的走路 第一个每天七千步是最时宜的 少了可能达不到运动的量 多了可能会对老年人的这个膝关节 各种关节产生一个损害 所以七千步它不但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高血压水平 而且它能更有效的延长我们的最大寿命 七千步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个呢就是说最好是在一些森林或者公园中去走路 它的效果会更好 优于在这个街道上步行街上去走路 第三个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鞋很重要 那么老年朋友们 一定要选择一个软底的厚一点的底 这样一个运动的鞋 可以有效的减缓对我们足怀和吸管节的压力 所以说走路 科学的走路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同时还可以减缓改善我们的心情 改善我们的健康水平 最大限度的降低死亡率 延长我们的寿命 所以今天您了解这个科学健康走路的重要性了吗 当然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秀医生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